北风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十二威,今天来给大家讲解,SOMAP软件介绍,安装,以及它的基础的一些操作。 我们首先看一下SOMAP公司,超图公司的一个简介。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和亚洲领先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软件企业。 那么它主要从事的是基础平台的应用平台软件的研发、开发,以及推广和服务。 那么我们的超图公司,它也是一个上市的公司。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SOMAP.com.cn,该网站去了解超图公司的更加详细的介绍,以及它的产品系列的介绍。 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它官方的网站。 大家在这里呢。 看到了,走进超图,看到了下面的公司简介。 然后这里呢,可以看到它公司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以及它公司的荣誉。 那么现在呢,比较火热的一个数字程式,就是超图公司了。 那么现在,数字程式的基础平台的选用呢,基本上是选用超图的一个系列产品。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SOMAP系列的产品到底有哪些呢? 我在这个PVT中呢,列出了五个。 第一个呢,是属于桌面的基础系统。 代表的呢,是SOMAP的,就是ClawPro. 第二种呢,是组件式的基础。 有我们的SOMAPObjects Java,以及呢,SOMAPObjects. Sorot版本,还有我们的SOMAPObjects。 那么这个组件式的基础,就是供我们的开发人员进行了二次开发所用的。 第三个呢,就是天使的基础。 第四个呢,是服务式的基础平台。 服务式的基础开发平台。 它的代表作呢,是中文MAPI Server。 那么这个呢,是采用Java开发的。 第五个呢,是WOBG10的开发平台。 它的代表产品呢,是SOMAP。 Sorot版本。 至于它的产品系列的介绍呢, 我们可以在它官方网络上面的软件产品中。 可以看到。 那么大家呢,看到这张图呢。 这是SOMAPG10622产品系列。 这里列出了它的WOBG10、客户端以及桌面G10。 我们在这边呢,整个到了,列了一个SOMAPG104。 以及了主定式的基础。 分为三种。 第一个呢,是Java语言版的。 SOMAPOBG10是Java。 第二个呢,是Dulet版本的。 SOMAPOBG10是Dulet。 第三个呢,是SOMAPOBG10。 你记得,签入式的G10。 你记得,下面看到的, 无视G10开发平台和WOBG10的开发平台, 都属于了我们的G10服务器一端的。 分别为SOMAPO.SN和SOMAPO.SN和SOMAPO.SN。 SOMAPO.SN。 那么这两个呢,这两个开发平台呢, 就由我们的组成的数据服务器呢, 进行一个交互。 那么下面这张图呢, 是WOBG10的商大体系。 第一个呢,是WOBG10, 中空间的G10。 那么它呢,主推的一个概念, 就是二三维一体化。 我们的,那么呢, 它实际上实现的就是我们的二维使命基图, 和我们的三维基图呢, 共用一个平台系统。 并且呢,通过我们的二维和三维呢, 可以进行一个互动的操作。 第二个产品系列呢, 是Service的G10, 也就是我们的服务式G10的组件。 它是完全采用面线服务的体系架构。 第三个呢, 是共享式的G10。 那么它主具有的特点呢, 就是具有高性能和一个跨平台。 那么这里呢, 就分别给出了 二三维一体化, 以及了面线服务的ServiceG10的, 还有我们的高性能跨平台的。 这个是G10, 继续体系, 这三个的, 给了一个解释。 好,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PPT。 那么本集课呢, 就主要以我们的ServiceMap Desktop 该产品呢, 为主。 首先, 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样去安装我们的ServiceMap Desktop。 在它的观光网上上面呢, 提供了免费的下载。 知识与培训插载下面的下载专区。 在这个运用软件里面。 这平台软件呢, 然后本类更多。 这里呢, 就可以下载。 我们需要安装的运件。 比如我们的ServiceMap iServer Java, 以及了ServiceMap iSDelete, 还有我们的ServiceMap Desktop, 以及了ServiceMap Objects。 这个Runtime呢, 是指运行环境, 以及了它的开发版本。 ServiceMap Objects Java和Delete两个版本。 那么我们需要, 这里需要安装的呢, 是我们ServiceMap。 这是Pullout的U版本。 我们找到U版本。 这个呢, 是2003%。 我们再往上看。 这里。 当前能推出的是V6.0.2。 那么我呢, 已经下载到本地。 点击。 那么点击了。 设到UP就可以了。 直接进行安装。 接收了它的许可。 下一步。 这里捏出了和系统配置要求。 我们的主流系统呢, 都可以执行一个知识。 NP, 以及了Windows2000, 还有我们的常用的XP, 以及Server2003, 还有我们的Vist, 以及Server2008, 还有我们的Windows7。 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呢, 我们点击。 完全安装。 装到我们的H盘, 就Map646。 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安装。 这里安装呢, 需要一段时间。 那么我呢, 在这里呢, 即使你一个跳过。 好。 这里安装完以后呢, 会弹出一个辅助工具和插进的一个安装。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安装呢, 微软的XML SDK 4.0, 以及呢, 安装它的帮助补定。 我们同样呢, 点击下一步。 Next。 由于我本机上呢, 已经安装了。 所以我这里点一个了。 进行一个修改。 背离起。 好。 好。 弹出我们的命令框。 好。 这里呢, 安装也需要一段时间。 进行一个跳过。 好。 当安装完成以后呢, 到了最后一步。 提示呢, 需要安装许可配置管理工具。 我们点击完成。 好。 好。 这里会弹出了。 选择了。 安装程序所在的位置。 点击浏览。 随便看一下目录。 这里。 做Map。 Ur许可配置。 点击确定。 然后呢, 下一步。 这里呢, 安装呢就是我们的 NissenseMatter.com Ur。 好。 那么这里呢, 安装过程呢, 稍微等一下。 好。 我们呢, 放到这边安装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需要申请一个它的许可。 看到我们的下载装区。 点击了本类更多。 点击我们这里的。 DoMap.despro6下载页面的时候呢, 这一提示的一个许可申请。 那么我们这里呢, 点击。 Click here。 在这里呢, 会列出一个申请许可的须知。 我们点击了。 同意。 好。 填写用户信息。 这里大家呢, 就填写对应的个人的用户信息。 制作为另一个转目的用户信息。 北风网 单位名称呢,写上北风网 大家注意啊,这里写的用户名称、单位名称和计算机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 计算机名,在我的电脑,如新 这里呢,可以查看计算机名称 用户名称 点击了,申请 这时候呢,分裂出一个请查搜邮件 说明我们的注册文件呢,已经通过邮箱的方式了 发送给我们 登录我们的电子邮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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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该文件 找到该下载的文件呢 我把它炒飞到 我们的安装目录下面 然后呢 这里呢 原刷结束 点击到下一步 结束了 许可协议中的条款 再点击下一步 再继续 再继续 完成 这时候我们呢 看到我们的 快速启动中 做了一个数目 map的快速启动 这里下面呢 有我们的数目 map desktop的文件夹和我们的数目 map 比如 Vicent Smaller 6R 这两个文件夹 那么以后我们所有安装的数目 map的系列产品呢 都会集成在我们的数目 map的文件夹下面 并且呢 这里会弹出我们的一个软件许可 配置的一个管理工具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点击了 运行我们的数目 map 这就是crawl 看是否能够啊 运行成功 我们发现呢 这里弹出了一个提示 系统呢 不能从本机 或者网络上呢 获得许可信息 检查呢 本机加密锁 是否正确工作 这个呢 就是需要 配置我们的 安装许可 点击确定 这里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许可文件 然后呢 点击写用户的名称 我们看一下 用户名称为LV 单位名称呢 为北共网 点击了 验证许可 有效 有效 那么呢 我们的数目 map 这次说呢 是具有项链的功能 可以应用 然后呢 我们点击保存配置 这次呢 直接跳到我们的配置文件管理中 我们点击刷新 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验证文件 我们的验证文件 就是我们的 进行我们的 这次pro 验证文件 我们的验证文件 我们的验证文件 点击取消 这明我们的 这次pro 的安装程序和我们的 Lessence Mology的安装程序了 再安装成功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 我们的安装的目录结构 找到我们的 suffer map 那么我们的安装目录呢 还有这样几个文件夹 第一个呢 是B目录 存放的呢 是我们的 G22 运行库 以及呢 它的应用程序的 启动程序 还有我们的 配置文件 Deem下面的config 以及它的一些插件包 那么还有我们的 Hub目录 Hub目录呢 存放的是我们的 帮助文件 设定了 这里可以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宽速启动 Suffer map下面的 Suffer map Despro目录下面的 连续帮助 然后再看到 USPulse USSUS目录 这里面呢 存放的是我们的 资源文件 Sumple 目录 存放的是我们的 Thispro的 央尽数据 测试数据 可以 以及我们的 支持文件夹 还有呢模板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ZestPro的安装了它的目录结构 我们点击运行 ZestPro 进入到它的主界面 那么我们就这里了 最后的主界面呢 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讲解 看我们的PPT 接下来我们的ZestPro的界面呢 我们讲解一下了 做MapGist的一些核心的概念 首先打开我们的文档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了工作空间 什么是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呢 它是用于保存用户的工作环境 那么它呢包括当前打开的数据源 数据源下面呢 有它的数据存放的位置 以及的别名 还有呢打开的方式 以及呢地图布局 资源 上位场景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呢 就组成了我们的工作空间 那么我们结合了我们的软件界面 我们看一下 在软件的左侧 上面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工作空间 在这里呢 它列出了我们的数据源 地图 上位场景 还有我们的布局和资源 那我们的资源下面呢 就包括了我们的五号库 线形库和我们的填充库 那么我们的这里呢 就可以打开一个工作空间 说Map呢 它的工作空间呢 是以SMW和SXW 这两个扩张名呢 就来的 我们选择Sities 这里呢列出了一个长春 以及了上海 这两个工作空间 我们点击了长春看一下 这时候呢 在我们的数据源 和我们的地图中呢 以及布局 这三个下面呢 就列出了我们的 长春的它的工作空间 我们首先看一下 数据源里面 列出了长春的 一些数据的资源 在地图里面呢 在地图里面呢 然后我们的布局 这里呢点击地图 长春是区图 这里呢就列出了 长春的呢 一个简压的地图 那么这里 这下面 左处部分呢 这里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超图的 工作空间的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 找到我们的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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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 我们看一下这个 SMW 文件结构 是怎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呢 直接看到 长春4 它的 数据图的数据多米 那么这样 只是给大家 简约的 浏览一下 这里面呢 包含了很多 很多 我们后面 现在讲到的一些 基石的概念 有兴趣的朋友呢 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 介绍的第一个 工作空间 第二个呢 就是数据源 数据源呢 它是由各种类型的数据集 所成的呢 它呢 是空间数据集的 物理存储的方式 什么是物理存储方式呢 那么就是一个一个的文件 存储的 那么一个数据源中呢 它可以具有一种 或多种类型的数据集 那么包含了呢 我们的 使用数据集 还有我们的 三格数据集 那么大家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使用数据集 和三格数据集 重要的区别 使用数据呢 它就是说 把我们的 图片数据 图片格式 它的数据 放大以后呢 它并没有 十真 而我们的 三格数据呢 让我们的图片数据 放大以后的时候呢 就一个 十真的效果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尺量数据 和三格数据 最大的一个区别 好 我们看到 Sumomup 这是Pro 那么呢 在它的工作空间中呢 就列出了一个数据源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长春 就是一个典型的数据源 我们看一下 它呢 是以SDB结尾的 结合我们的文档 看一下 它呢 是以空间数据集的 物理存储的方式 而我们的SDB呢 它是扩展名的文件呢 就是说明了 它呢 是以物理存储的 这个方式 一个数据源中呢 可以具有一种 或多种类型的数据集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打开的 还是一个数据集 长春的数据集 那么我们还可以 打开多个 比方说 我这里再打开一个 这个数据源 选择我们的上海 那么这个数据源呢 就有两个数据集组成 第一个呢 是长春 第二个呢 是上海 我们双击 好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三个概念 第三个呢 是数据集的概念 什么是数据集呢 数据集 是空间数据的组织单位 那么呢 数据集的类型呢 有多种 如 点数据集 线数据集 还有我的 多边情数据集 以及的 听数据集 quad数据集 复合数据集 网络数据集 以及文本数据集 等等等等 打开我们的 This Pro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长春下面 装击 那么看到下面呢 就是它的数据集 比方说 这个是完本的数据集 然后 线型的数据集 面型的数据集 线型的数据集 以及了点型的数据集 还有面型的数据集 等等等等 然后看到我们的上海 一样的呢 它包含了有多种的数据集 文本型的 面型的 还有线型的 点型的 那么这个呢 是数据集的概念 现在我们的工作空间 还有我们的数据园 还有我们的数据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归纳出 我们的一个工作空间呢 可以包含了有 多个数据园 和多个数据集 我们的工作空间呢 是由数据园和数据集 所组成的 取得 那么我们的数据园呢 就是由数据集组成的 我们的一个数据园呢 它可以包含了 有多个数据集 而我们的数据集呢 就是由 减数据集 线数据集 多边型数据集 听数据集 以及复合数据集 网络数据集 文本数据集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数据集呢 组成的 一个数据集呢 它也可以包含了 有多种的形式 这个呢 是我们归纳的 这三点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 什么是图层层呢 图层呢 它可以理解为了地图窗口中的透明薄膜 图层呢 是数据集的显示方式 显示的数据集呢 它实施了 事件数据集中的对象 一定的风格了 添加到地图窗口的图层中 图层呢 是数据 是空间数据呢 按专题 在垂直方向上 组织的一种方式 那么看到我们的 Dex Pro 在我们的工作空间的 下面呢 就是一个图层 那么我们看到下面呢 这里呢 列出的就是一个人的图层 我们呢 可以对这些图层呢 进行一个控制 比如 最常见的显示控制 我把它 这里所有的图层呢 全部隐藏掉 这时候我们发现呢 基础上呢 对应的一个一个的图层呢 就会进行一个隐藏 这时候我们发现呢 主的地图窗口呢 就没有任何的图片信息 然后我们在 E的点上 这时候我们发现呢 与图层对应的呢 就在我们的地图窗口 进行一个呢 显示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图层呢 进行一些控制 我们刚才进行的是一个 最基础的显示控制 我们还可以进行呢 使他的控制 如 捕捉 还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关联我们的 属性数据 以及呢 对我们的图层名字呢 进行一个同名字 还有最重要的 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进行一个风格的设置 如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面 它的颜色呢 我们设置的是 草绿色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风格设置 我把它设置成了 隔网的 然后呢 进行一个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的 进入上面的 显示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变成了一个隔网的 然后我把它改回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对我们的 一个图层的 一个说明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一个地图 什么是地图呢 一个或多个 二维数据集 被赋予一定的显示风格 显示在了 同一个地图窗口中 就称为地图 看到我们的 JESPRO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地图 我们介绍概念 看一下 它是一个 或多个 二维的数据集 被赋予一定的显示风格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二维的数据集 它呢 可以有一个 或者多个 那么我这里呢 给我选了四个 然后呢 在同一个 区域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这个区域呢 就是地图的显示区域 显示在了 同一个地图区域中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称为地图 那么呢 地图它的存储内容 包括了 各图层的名称 以及了显示的风格 视野范围 还有我们的图层状态 我们看一下图层名称 是什么意思 看到我们的DESPRO 这里呢 我们的地图呢 每一个图 就对应了 每一个图层 如我们的这里 水系面的图层 对应的 就在我们的地图中呢 进行一个显示的控制 还有我们的显示风格 如我们的水系面呢 它呢 是我们的水系的颜色 而不是我们的红色 等等等等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图层的 它的一个样式呢 风格 风格央视呢 进行一个绑筋 设置 而我们的视野范围 如超出我们的视野范围的水系呢 就没有显示 而我们爬中地图 地图的时候呢 或者我们说放地图的时候呢 原来超出的范围呢 就会在地图中呢 进行一个显示 重复 还有我们的图层状态 图层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我们的图层 是否显示 当我们勾选了 图层列表中的 某一个图层的时候呢 那么在我们的地图窗口中 就会显示了 对应的相应的数字信息 那么并且呢 对应的数据呢 以风格 样式设置的形式呢 也有一个表现 而我们在 勾选掉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地图中呢 去进行一个隐藏 这个呢 就是指我们地图的 存储内容 我们再看一下 布局 什么是布局呢 布局 是指将一副 或者了多副地图 放置在布局窗口中 并且呢 添加其他的辅助 试图的要素 比如啊 图名图地 地图笔地尺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呢 就成为地图的布局 我们在工作空间中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布局 看到 我们的这次Pro 工作空间 下面呢 数据园 地图 布局 我们看一下 打开布局 似乎按我们的概念所说的 它包含了有 其他的辅助制图的要素 比如图名 我们看一下长存的这个 布局 是我们的图名 图名写是在哪里的 在我们的上面 长存是市区图 还有我们的土地 还有我们的比利词 以及我们的 支配针 还有我们的多月图 我们俗称的阴阳 阴阴眼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地图的布局 整完布局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什么是符号 下次我们up 这次pro中呢 符号 包括有我们的 符号库 还有我们的线型库 以及了 舔印充库 我们分别打开了 看一下 主要是我们的 符号库 装机 弹出我们的 符号编辑器 那么 应付呢 在这里呢 就可以对我们的符号 进行一个选择 修改 以及了 新增 还有我们的 线型库 双机 盘出我们的 线型库的 编辑器 比如我们地图中 常用的 国际线 以及 海域 还有我们的 铁路 等等等等 都可以运用 都可以在我们的 线型库中呢 进行一个编辑 以及了查找和 进行运用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 填充库 双机 弹出我们的 填充库的 编辑器 那么 在地图中 如水系 还有我们的草地 居民地 等等等等 这些 面状的呢 这些图层数据 都可以运用我们的 填充库中呢 它的一些符号 那么呢 这里呢 最简要的 介绍了 SuperMap GIS的 7个常用的概念 工作空间 数据源 数据集 图层 还有我们的地图布局 以及呢 符号 看了我们的PPT 本集课呢 就主要给大家了 讲的这些内容 第一个呢 是SuperMap公司的介绍 还有呢 SuperMap的 系列产品体系 重点给大家讲解了 SuperMapX Pro的 安装过程 以及呢 Essence Malager 的安装 还有大家讲的 SuperMapGIS的 外形概念 那么至于 SuperMapX Pro 以后 更详细的一些操作呢 我们呢 会在以后的课程中呢 给大家做一个 详细的讲解 这几课呢 就上到这里 下几课呢 再进 再进